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今天的这一讲要跟各位分享关于仪式感的省思 事情是这样子的 我们在后台看见有一位听友来跟我们来信 谈到关于他收听了我们的EP98集 仪式感带来力量还是捆绑 关于这一集他回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他自己的经验分享 我看完之后觉得非常感动 所以我想说再来谈一谈仪式感 实际上我们这一集在我们后台许多集里头 也是收听率相对比较高的一集 可见许多我们的小王子们对于这个仪式感 其实是很看重或者是很在乎的 先谈一下这个仪式感 仪式感其实重点是那个感 感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感下面是个心部 所以感其实就是很感动人心 很能够动人心的 所以一次感其实重点在那个感 对不对 那怎么样会引起感呢 会有一种内心的震撼呢 原因是因为有接触 所以会引起有感的感觉 所以会一种感受 会觉得感到意外感到不安 或者是我们谈说感染去咸到对不对 染到风寒 哇 感冒了 那感呢 通常是会互相的作用 所以感是互相影响的 感呢 有时候是发自内心里面的一个叹息 所以我们会说 哇 很伤感 很感叹 对不对 那对别人呢 给我们的好处呢 我们会说 很感恩 很感激 敏感五内 所以感呢 其实蛮多时候呢 我们都把它当成动词来用 哇 很有感觉耶 所以感当动词 可是呢 仪式感的这个感呢 谈的是名词 就是我们受到一种外来的刺激呢 引起的一种情绪反应 特别是呢 我们个人呢 根据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事件呢 产生的一种自我认知的看法 或者是想法 其实仪式感呢 就是属于这种 我们说 哇 这个人好有幽默感哦 他好有责任感哦 或者是我自己呢 有自卑感 我很有成就感 这感呢 都是一种看法或想法 特别呢 是我们个人 我们自己的想法哦 仪式感就是这一种啊 透过呢 这个仪式呢 产生某种自我认知的看法 或者是想法 重点呢 是你的认知 你的认知是什么呢 你去参加这个仪式呢 你是呢 局中人 这个仪式当中的人 就是你很有融入这个仪式 还是说呢 你去参加这个仪式 你感觉你自己是一个局外人 就是你不融入这样的一个仪式 那么举办这个仪式啊 产生仪式感的 这个当然是 我们是那个有感受的那个人嘛 所以是一种自我的一个想法 可是呢 重点来咯 你是那个举办仪式的人吗 你是主人吗 那么如果你是主办仪式的人 那么你这个主人呢 要带给客人怎样的感觉呢 所以仪式感的这个仪式啊 是一种理嘛 那我们在仪式感呢 带来力量还是捆绑内极里头呢 就有谈到说 像这样子的一个理呢 谈的是这个理的意义 然后理呢会有一个过程嘛 所以这个理容 容貌的容 谈的就是这个理的仪节啊 理的制度 典礼的过程 比如说办仪式啊 仪式呢就要尽其哀 对不对 那呢这个理的形式呢 是什么呢 这就谈的是这个理的这个过程 规范典礼 那更重要的是呢 这个要谈理呢 举行这样的一个仪式呢 它背后的价值 是什么 这个背后的价值通常是一种抽象意义的 是让我们精神洗涤了 对不对啊 或比如说你去参加升旗典礼 对不对 然后你跨年的时候 你跟你隔壁的人 哇 这个Happy New Year 对不对 或是有时候我们会去参加一些 这个法会 对不对 透过像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被洗涤了心灵 如果呢 你是那个参加那个礼的客人呢 那么你来参加这个礼 那么你应该呢 要对那个主人表达感谢 其实不管你心里喜不喜欢啊 你对他的评价是怎么样 其实都要真心的表示你的感谢跟感恩 其实这就是一种教养 以后轮到你呢 去办这样子的一个仪式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你该怎么做呢 你才会感觉到兵主尽欢 对不对啊 所以其实在举办礼的时候呢 其实如果你是那个主人 你看到你的客人呢 来参与这个活动呢 大家都觉得很开心 你是不是自己也觉得很开心 那么如果你是去参加那个活动的人呢 有时候我们觉得 这个活动办的不好 对不对 刚好呢 你就可以回家想一想 如果以后是轮到你的话 那你要怎么样把它办得更好呢 或者是说 你自己觉得你以后好像也不会办到这种活动 对不对 那这个活动根本不好玩 那你以后就不去了嘛 这是呢 这是我们一般呢 这个参与呢 外头的这些仪式的感受来说的 那么如果呢 是针对我们自己呢 最亲近的人来说 其实我觉得也是这样 就算是面对你的家人啊 或者是男女朋友啊 那么我觉得其实也要保有像这样的心情 你是主要举办仪式的那个人 你是主旧 你是主人 还是说呢 你是来参加这个仪式的人 我们会说啊 亲人跟客人不一样啊 对 但是呢 你也要呢 如果你是一个主人 你要把对方呢 当成是客人 如果是客人的话 那他会怎么想呢 那么我们呢 就算是很亲近的男女朋友 很亲近的家人 我们去参加了呢 那个主旧 他去办的这个活动 那么我们也要想想看呢 其实心里头呢 要非常的感谢对方哦 这个听友呢 给我们的回应呢 谈的是呢 这个他的这个生日啊 我先来读一读呢 他的信啊 这个听友呢 叫做呢 明明啊 明呢 就提到说呢 这个仪式感呢 其实是当代人 很注重的话题啦 特别是对女性来说 那其实这个明明呢 我想他就是个女生啊 那呢 他说正向的礼仪往来呢 会给我们的生活呢 带来温暖和力量 而一味的追求行事的仪式呢 则会落于僵硬的情感捆绑哦 我必须说哦 没有什么礼仪是所谓正向跟反向的啦 就是我们今天是主要负责这个办这个礼仪的这个人 我是主旧嘛 我一定是会觉得说我办这一场啊 是正面的嘛 只是我的客人可能不这样想啊 当然呢 我们在举办呢 礼仪 举办仪式的时候 当然就像他讲的 不要讲话那是没错的啦 所以他谈到说要用理性的眼光呢 去看仪式感 其实仪式感重点是感嘛 没办法带理性的啦 所以其实这个仪式感的重点是在感 这明明也是这样跟我们分享的 他说感是什么意思呢 感呢就是参与仪式的这个对象要达到共情 这样呢就是对这个仪式感呢 就可以得到一种这个正向的回馈 我想呢这个地方倒是不错的啊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在EP98集里头呢 跟大家分享的感呢 就是让这个参与仪式的所有人都能够共行 而我们在举办仪式的时候要兼顾呢 礼的形式跟内容 所以孔子就有提到说 礼云礼云 玉伯云忽灾 月云月云 中古云忽灾嘛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来得及呢 收听我们EP98的话呢 你可以回去听听看哦 这一集呢特别就是谈仪式感 王老师呢也在那一集里头分享了一些呢 王老师呢平常呢会帮自己呢 准备的一个仪式啊 这个明明呢就提到说啊 这个由我自身的小固子为例呢 他我与我男友呢相处的接近四年 哇这个是一个中期的 对不对四年呢其实还蛮长的哦 好他就说最近一次呢我的生日当中呢 这个男友呢带我呢出去玩哦 总共玩了一个礼拜 那我开心的时候呢 就跟男友说呢 正好呢这段时间是靠近我生日啊 所以这段旅程呢就算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然后男友呢本想再为我挑选生日礼物 听了我这么说呢也表示接受 于是呢就没有给我准备生日礼物 那生日的当天呢他就跟男友一起吃晚饭 我就隐隐不悦哦 我知道呢我的不开心呢 是源于呢没有收到男友的生日旌旗 我以为呢其实我说了将旅行当作生日礼物 男友呢也会给我准备鲜花 和属于两人的蛋糕许愿时刻 生日呢过后几天 我以开玩笑的方式呢和男友提出 没有生日礼物呢让我感到呢很失落 后来呢男友呢也就补了个生日礼物给我 那我看的这个礼物呢陷入了沉思 哇哎我觉得这沉思超有意义的哦 所以大家认真听他的分享哦 这明明就继续说啊我在想呢我们当晚啊明明吃过蛋糕了 为什么我还是期待男友另外再给我准备鲜花与蛋糕呢 明明是我自己说的将旅程呢当作生日礼物 哎他就说他跟男朋友出去玩一个礼拜嘛 刚好靠近他生日嘛 为什么呢还会暗暗责怪男友呢不另外准备生日礼物 哦原来我不是想要鲜花蛋糕和礼物 我是想要从这些外在的形式呢来确认他有没有改变对我的情意 我是想要得到他宠爱的偏爱 仿佛呢他一如既往的准备了所有礼物和仪式的话呢 我就能安心 这么想来呢我真是错了 仪式感呢不外乎就是礼 礼的形式很重要内容也很重要 举办仪式的过程中呢要兼顾内容和形式 参与形式的人呢都达到共情是仪式感的最完美的状态 回到呢刚刚的这个例子当中呢 我与男友在旅程当中呢双方都发自内心的去享受两人时光 将这趟旅程呢当作生日礼物 可以说是达到仪式感呢同在共情的最高标准 然后男朋友呢后续弥补了礼物 也只是呢同在而没有双方共情 就算生日当天男友准备了额外的鲜花蛋糕 也不一定能够比得上我们的生日旅程 双方都得到了一个开心的旅行经验 换个角度呢来看现在的我 我将自己呢摆在一个很需要对方绝对宠爱和偏爱的境地 我期许自己的偏爱其实也反映着我内心的不安全感 这种不安全感呢需要看得见的形式来填补 剖开呢这份不安全感底下的是对我自身自信不足 以及我的内心不够强大 或许这是大部分恋爱中女生的通病 我想呢这也是我需要去修炼和提升的课题 在双方精神上的平等的仪式感 或许能够让彼此的恋爱体验更美好 也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女生啊 在恋爱当中首先思想上就是要平等的态度 不要只是仪式感里头接受的对象 要求对方为自己的情绪买单 往往我们女生眼中的浪漫的仪式 在对方的眼中就是情绪上的勒索 也可能是一种恋爱捆绑 当然来而不往非理也 如果对方也只是接收我的能量而不付出 这个时候双方就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沟通 从而得到呢两个人都同在而共情的共事 那呢他是说其实不只是爱情啦 友情和日常生活的交往中 也有很多需要仪式感的时刻 像是朋友的生日啊 婚礼啊的那个礼金 对不对 家庭聚会等等 其实仪式感实质是为了体现情感 表达情意嘛 应该要兼顾那种共情啊 所谓真情才能沟通 所以和王老师分享哦 我觉得这位听友好勇敢哦 他写了这样子长长的一篇哦 跟我分享他的那个心情啊 其实我觉得很感动耶 所以特别做这一讲呢 来跟各位呢重新思考一下仪式感 没错哦 我们女生呢在谈恋爱的时候都很容易恋爱 对不对 就是会觉得呢 很需要对方帮我们过生日 啊因为你帮我过生日嘛 其实我以后也是会帮你过生日啊 对不对哦 其实我记得应该是在花椰菜那集 礼物带来惊吓还是惊喜那集哦 就是我有跟各位分享到说 我觉得啊 其实最好的礼物哦 是体验 所以因为体验呢 是不可以替代的 这个体验有可能会换的是一个好的体验 对不对 就是玩得很开心 可是就算是玩得不开心啊 去一个不好玩的地方玩 说实在话啦 去哪里玩不是重点 是跟谁玩对不对 好就算是呢 后来我们这个体验呢 这个结论是不好的 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个不好吃的饭 吃了一个不好吃的馆子 然后呢 去了一个不好玩的地方 可是even是这样 我仍然觉得呢 体验是不可多得的 体验这种作为一个礼物啊 其实是没有办法重复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体验其实创造回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明明的这个回馈啊 非常有意义 也很有价值哦 就他特别提到说 女生啊很喜欢一种被宠的感觉 我们现在都提倡那性别平等 对不对 不是两性平等而已哦 是性别平等 所以女生想要被宠 这其实是还蛮传统的观念耶 既然我们会要求平等 对不对 所以没有谁耸谁啊 其实是守心向下的人 能够给的人 OK才是比较富有的啊 如果你是被宠 其实就跟猫猫狗狗一样嘛 被宠的都是弱势 如果你很希望你自己当弱势 那就当甄嬛咯 所以这真的可能要考虑考虑哦 不要想说只是被宠爱嘛 何况我觉得哦 一段感情啊 谈四年啊 哇 四年还蛮长的耶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对不对 四年是不是快要成家了 就其实四年都没变形 已经就还蛮难得了 呵呵呵呵 这边提到的是那个 明明过生日的经验嘛 可能有的人觉得过生日不重要 或有的人觉得过生日很重要 这个我们华人里头啊 很重视就是节庆嘛 对不对 一年三大节啊 五大节啊 对不对 就是哎 这个刚刚过去的清明节 清明节要扫墓嘛 对不对 接下来后面有端午节 端午节要吃粽子啊 对不对哦 所以如果呢 对方觉得过生日不重要 扫墓不重要 那你觉得很重要 对不对 那你就要跟对方确认 确认确认再确认 就是核对啊 去跟对方核对 核对说啊 你那个可能过生日的那一天 我们大家都要上班啊 那我们要提前还是延后 那我们要不要过生日 对不对 那你就已经跟他讲说不重要了嘛 不用过生日嘛 生日礼物都可以变成旅行啊 那这样就应该旅行啊 对不对 为什么心口不一呢 所以问题出来拿 出在这个发言的人 然后我真的觉得啊 不要让人家猜心思 然后也不要企图别人猜我们的心思 就直接讲出来就好了 对我觉得没什么好 不能讲的就直接讲出来 哎约好呢哪一天要去扫墓 啊清明节不是廉价吗 对不对 你还可以提前的 现在这个社会很发达嘛 然后大家都非常忙碌 那不然你怕再撤 延后我觉得也可以 或是觉得哎根本不用扫墓 可能等到王老师拜拜的那一天啊 都直接上传了 对不对 你直接在荧幕上面就扫墓就结束啦 对不对 所以或是你真的觉得不用扫墓 扫墓的意义在什么 圣中追远 明德归后矣 对不对 所以要跟对方核对 核对再三 如果对方确实觉得没必要 那你觉得很重要对不对 那就是代表说你们双方呢 三观不合嘛 三观不合怎么办呢 两个解决办法 要嘛你就是选择呢宽容他包容他 不然呢你实在是不想勉强自己 因为勉强自己很累嘛 那你就跟这个人少来往 因为他跟你三观不合 对不对 甚至于我觉得不用来往也是可以的哦 各位你可能觉得王老师这样子说很绝情 我觉得我们现在人啊 这个生活啊心理压力其实都很大哎 就是太勉强自己的事情啊 我觉得人生苦短 真的大家不用勉强了 特别是我最近啊 对于那个老一辈的人很重视一年三节啊 我真的很有感哦 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不觉得 反正就是刚刚讲的嘛 提到端午节我们就吃粽子啊 中秋就是吃月饼嘛 而且现在我们台湾中秋节还可以烤肉对不对 然后社区就安排哪一天烤肉啊 然后我们自己来的烤对不对 我们就去烧烤店吃嘛 而且现在那个IH炉的那个烤肉啊 有的店那个桌边服务很好哎 对不对 而且他帮你布置的很好 他就给你那种领巾对不对 你衣服都还不会沾到哎 我上次去吃烤肉的时候啊 我同事啊稍微这样子做得不太好 他原本就腰痛嘛 那个waiter啊还特别拿烤店给他 哇我们就一群人去吃烤肉啊 就觉得超感动 那间店服务超好的嘞 总之呢就是想到不同的节令啊 我们每次都是想到吃的 就是去吃不同的东西 或者是说啊想到说就是什么节 有没有连续放假 然后放假呢我们要不要请假出国玩 对不对 我们都忘记说啊其实过节是家人团圆的意思啊 就是当我说的这个家人哦 现在社会也很变动啊 也不一定只是我们自己亲情血缘上面的家人 我觉得也可以包括是没血缘的家人 当然我们很年轻的时候也是觉得说 爱是个血不血缘的好像没那么重要哦 不过呢当你随着年龄增长啊 你就能够体会说 这种亲情啊 家人啊 这种感情其实很难说清楚的啊 这个淮男子里面就有写说 这个慈父爱子呢非为抱也 就是爸爸妈妈爱小孩 不是为了那个小孩要报恩 但是常常会觉得不可内解于心 就是一世人啊 一辈子都替这个孩子烦恼 明明就是那个孩子都早八百年前就已经长大 他根本就也是一个很大的大人 可是爸爸妈妈始终都会为孩子烦恼 就是父母爱护子女 不是为了得到报答 这个是自然的天性 没办法解释的 然后呢 这个是从父母到儿女的角度来看的 至于这个庄子有另外说 庄子人间事呢 是从这个儿女呢 爱父母的角度来说的 这个他就是人间事里面 就是假借这个孔子的话说呢 天下有两件事情呢 是要绝对呢 的这个大借 一个是命 一个是义啊 义就那个义气的义 那庄子这个假借孔子的嘴巴呢 讲说这个孩子爱父母亲 这就是命 不可解于心啊 解开的且 这个庄子人间事的故事啊 将来我们有机会呢 再来做几讲 跟大家介绍 其实呢 他这个庄子 借着孔子的嘴巴呢 要讲一个道理 就是天下有两种本分 是不得不尽的 其中一个呢 是亲情啊 就是亲情 亲人 亲人是什么 就是命啊 就是你有父母啊 将来呢 你也要为人父母 这件事情是你没有办法避开的一个份 人生的这个本分 人生与天俱来的性份 个性的性 不是我很exciting的那个性啊 就你生下来就是这样 你永远都是别人的子女 将来你生了孩子以后 你永远是别人的父母 只要你有父母跟子女的关系 这就是你永远逃不了的 这是天择 所以现在的人说 那我不生孩子啦 对你不生孩子 你有养猫狗 对不对 你不养猫狗 你有养 像我有养花 我有养树 其实这就是一种责任啊 这庄子人监视里面 特别提到说 作为子女啊 爱你的父母 这是命 你生下来 你化身在这个环境里头 不可解于心 你不能从心里面说 我不管了 虽然会说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但呢 就算你是碰到的是 那种很不适的父母 就是 很不OK的父母 对不对 但是没办法 你的父母还是你的父母 现在流行说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对不对 但是我得说 这个你的孩子 虽然不是你的孩子 但是你的父母 就还是你的父母 哈哈哈哈 不过呢 你的兄弟很可能 不是你的兄弟啊 刚刚不讲说 过节啊 这个仪式感 重点是在感嘛 所以如果大家没有感啊 我就觉得不用互相勉强了 因为 不论是那个举办仪式活动的人 比如说是家长 就算是爸妈很有心啊 盼望孩子体会到你的真心 但重点不是 这个孩子能不能体会到 就是说 这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呢 你就是要不断的告诉他 告诉他 和告诉他 长大了呢 我真的觉得就没办法了 全家在一起聚一聚呢 重点不是 全家去哪边吃饭吃了什么 如果这个吃到那个餐呢 刚好很好吃 那很好啊 锦上添花 那就算是那个餐呢 不好吃 就是全家呢 一起发现了一个难吃的馆子 以后不要再来就好了 吃饭的时候呢 聊聊天啊 联络一下感情 我就觉得这样很好 我们王家啊 最长的活动就是去外面吃饭 反倒呢 是现在呢 很多餐厅为了讲翻桌率啊 每次用餐都只能吃1.5小时的 我蛮讨厌这样 尤其是像我这种老人哦 再好吃的料理呢 对我来说 也就只是浅尝机制而已 何况那个医生还有警告我说 外吃东西都很油啊 那个很油要过水啊 我说那我要去聚餐怎么办 那医生就跟我说 聚餐是联络感情 不是叫你吃啊 我觉得那医生说的挺好的哦 我们回到那个明明的回馈 我特别觉得他说的这个感情捆绑啊 讲得很好 我们有时候觉得被家人规定啊 在什么节日要出现啊 要一起家庭聚餐吃饭啊 这样很被捆绑很烦 对你很不想去 你不想被捆绑 对不对 然后或是明明你已经送女朋友的旅行体验当礼物了 可是这个女朋友呢 却想要又要还要实在很烦 但是呢我想说就大家呢换位思考想一想 如果呢你是爸妈 你为什么要大家回家聚餐 是全家很久没见面吗 家人有很想要沟通 想要促进情感交流吗 那小孩可能没想到这些嘛 那我觉得当爸妈的就要教 教一次 教两次 教三次 反复反复的说啊 这种理啊 是一种文明启蒙的体现 当爸妈的 当长辈的不教 那晚辈小孩就没教养啊 用口语的话来说 就是他不会表达感情 不懂得表达情绪 就是情商的能力就很差嘛 换言之哦 简单的来说就是活得很粗啦 其实哦 我觉得就是我们社会里面 这种人蛮多的哦 我原本接触到像这样的人啊 我都觉得他们心地很不善良 很糟糕很夸张哦 后来呢我才发现说 其实是他们很不文明 像这样的人呢 活得很粗很野蛮 能力很差 或者是说根本没能力 当然就是野蛮的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很民间啊 很有活力嘛 就是大家会觉得 哦这什么节庆啊 什么礼啊 这种不在乎 啊这不重要 如果说这个小孩长大了 变成年轻人 他还是很不会想 很不懂的话 那我觉得哦 当父母的啊 我现在要来劝父母啊 父母也不要太执着 父母呢 虽然不可内解于心 觉得很烦恼 很忧郁 对不对 我告诉你哦 就忧郁也是没用的 不如就放宽心哦 宽容跟包容嘛 这个小孩要回来嘛 那要不然就当客人 闪电来去 要嘛呢 不回来呢 我觉得也就不回来了啦 因为台湾哦 现在已经是一个超高龄的社会 我想不同的年龄阶段呢 其实要有不同的关注 我觉得老年人哦 也不要被这些儿孙辈的问题捆绑 要自己尽量健健康康的 去找自己的乐子啊 就找老 为什么老人会跟老人在一起同伴呢 很简单 因为同温层 同温才比较保暖 我真的觉得同温没什么不好的 多找一点开心才比较重要啊 但是呢 如果你是年轻人哦 刚刚讲说 这个去参加仪式是客人嘛 客人呢 必须对这个仪式呢 怀抱着感恩感谢的心情 那如果呢 你是主办呢 这个仪式的主人 那么你就得考虑客人的心情 才能兵主静欢 我觉得即使是家人 也是这样的哦 但是话说回来啦 花了一堆时间金钱呢 替他人作假 那你应该大概会考虑一下成本问题嘛 这个成本是什么 就是刚性的成本 就钱啊 对不对 各位你不觉得这个旋馆子找地方还蛮花心思的吗 要举办这个仪式的种种的流程 是很花恼很累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还有一个柔性的成本 柔性的成本呢 是什么 隐形成本嘛 就是潜在成本的这个心力跟精神 你花这么多精神 你总得想想值不值得嘛 你一定不会像你父母那样啊 对不对 父母都无私的替孩子付出 孩子可能就不一定是这样哦 那如果说投报率很低呢 或是说如果弄巧成拙呢 如果有一堆的如果 对吧 对不对 所以其实为了不很提倡呢 这个太复杂太辉煌 就那种高大上的仪式啊 说实在话 以我的年纪来说呢 我参加过的各种典礼仪式 应该是不算太少的 有那种很高档次接待 超级好的吃的东西啊 或那个流程啊 场地啊 哇真的是觉得 我都觉得为什么会找我去啊 我又没那么厉害 或者是说呢 就是一个很平常一般的这个聚会啊 会每次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呢 都是在场的人很真心的那种 为什么 因为只有真心啊 可以换来真心啊 其实以我这个年纪啊 我参加过不少长辈的丧礼 然后我也参加过蛮多年轻朋友的婚礼 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跟一群这个伙伴啊 我们是一个这个教育的参访团 那个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 那呢我们在那个巴黎铁塔最高 我们居然唱国旗歌耶 好好笑哦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感动不得了 记得好像我们七八个人吧 然后我们大家会共同唱的歌不多 因为我们那个年纪差很多 后来我们就共同唱了国旗歌耶 然后我们就觉得哦好感动哦 嗯所以啊只有真心可以召唤真心啦 这是呢我收到呢这个听友回馈之后呢 自己很想跟各位分享哦 也顺便呢谢谢明明呢 给我们提供她的经验哦 我觉得她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生哦 很值得帮她按赞按赞和按赞哦 好咯回到今天的重点整理 第一个生命苦短啊 参与仪式的双方呢 我想都不需要勉强 第二个礼上往来 来而不往往来 往而不来非礼也 所以呢其实礼啊 就是要有来有往才好嘛 这次你主旧下次我主旧咯 这次你当客人下次我当客人咯 这样子才好玩哦 第三点呢 这个仪式啊大部分啊 我觉得应该要自己替自己举办仪式 不要都只是靠外头的哦 目的呢其实是要自我觉察 所以你可以帮你自己呢 举办一些小仪式 这个仪式结束之后 OK你就可以干嘛干嘛 当一个这个启动 Action的按钮 我觉得也不错 第四点呢 礼呢是文明启蒙的一环哦 这个凡情呢都需要有感啊 所以因此仪式感啊 这个感真的是蛮重要的哦 最后呢我想也是本集呢 我最想跟各位分享的一件事情哦 与其呢去等待呢 对方恩赐给我们的礼物哦 我们要被当宠物 对不对 还不如呢自己去买礼物 又快又好哦 与其等待被恩赐的礼物 不如自己买又快又好 就用这句话跟我们的所有小王子们分享咯 今天就到这里 好哦 啊还没完哦 为了谢谢你收听到节目的最后 现在要和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 由台湾专业人事协进会 国际竞争力原创智库所规划设计的 幸福顾问国际竞争力专业培训课程 即日起开放报名咯 这个课程总共分为三个阶段 本期举办的原创课程幸福密码 内容包括幸福方程式 压力管理 魅力学 爱情学 职场胜出术等等原创课程 是专为女性量身定做 以深入创新而有趣的方式 邀请学员一同探究何谓幸福 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相关的影片介绍和报名连结 在本集节目下方的资讯栏当中 欢迎收听我们王子约节目的小王子们 点击参考 分享给你的朋友 这是王老师义务无常的推广分享 幸福密码 课程即刻起开放早鸟报名 邀请有兴趣找到幸福密码的女性朋友参加哦 好哦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 让我们透过经典好声音 感受经典智慧 一起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 我是王老师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